火災發生的時候 短短一分鐘 就會讓火場瞬息亂變 火災發生的時候千萬不能 不管你身處的位置是高樓層還是低樓層 我們都一定要 在第一時間呢 我們要先大喊 失火了失火了 來提醒周遭還有身邊的人 有火災的發生喔 如果看到火很小 高度約25公分以下 基本上我們還有足夠的時間來逃生 我們要馬上 向下向外進行逃生 緊記逃生的時候 也要隨手關門喔 尤其是在大樓或是比較高的樓層裡 我們要確實的將樓梯街的門關上 確保濃煙不串流到每個樓層 我們只有一種情況下 可以嘗試滅火喔 當你有明確看到火源的地點 火焰的高度在25公分以下 大概跟小腿一樣高的時候 我們可以拿滅火器來撲滅火災 當你發現無法順利撲滅的時候 我們就要趕快逃出以免受控火場喔 如果我們發現門拔有熱門外有煙的情況下 代表高溫離離很近 我們應該要趕快把門關上 並且打開房間的窗戶 撥打119等待救援喔 假設我們在KTV或是一般的大樓裡面 已經迷失的方向 濃煙密布伸手不見五指 不得已要穿越濃煙的時候 請以低姿勢爬行 就是我們要雙膝跪在地上 然後頭部盡量壓低 緩慢的前進 當你摸到有門的時候呢 就要摸它的門把 注意它有沒有熱 記得進去之後還要隨手關門 把濃煙擋在門外 並且冷靜的尋找相對安全空間 相對安全空間就是有足夠大的對外窗 完整的防火區化 很大的門可以來阻隔濃煙 火災發生的時候千萬不能躲浴室喔 因為浴室的門往往是塑膠門做的 遇到高溫的濃煙馬上就會軟化了 這個時候濃煙就會馬上串進浴室裡面 而且浴室又沒有足夠大的對外窗 可以讓你呼救 不管你身處的位置是高樓層還是低樓層 我們都一定要往下往外跑喔 因為煙上升的速度 大約是每秒3到5公尺 我們人再怎麼跑也跑不過煙的速度 很多人往往是在往上跑的過程中 罹難在樓梯之間 就是因為吸入了大量的濃煙 當你不能往下跑的時候 應該進行水平避難 來尋找相對安全空間等待救援喔 火災發生時我們千萬不要浪費時間 去尋找濕毛巾喔 因為濕毛巾沒有辦法阻擋 一氧化碳和高溫的熱 如果你想要學得舒服一點 用身上的衣服也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喔 火災什麼時候發生我們不知道 但在家中我們可以準備常用的兩種法寶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還有滅火器 使用住警器可以避免我們從夢中驚醒發現 已經濃煙密布了 第一時間通知身邊的所有人 住警器其實有分兩種形式喔 一種是裝在廚房的蒸熱型住警器 可以避免你忘記光瓦斯而造成的火災 另外一種就是我手上拿的蒸煙型住警器 它安裝在客廳、臥室或是走廊之間喔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消防局可以免費申請住警器喔 想知道如何申請住警器 可以到各區的消防隊詢問喔 使用滅火器的時候 謹記四個口訣 拉、喵、壓、掃 拉、拉開我們的插銷 喵 拿著噴嘴瞄準我們火源根部 壓、壓下握把 掃、來回掃動 現在我們就來示範一下怎麼使用滅火器吧 拉、喵、壓、掃四個口訣 這樣就可以順利鋪滅火災囉 以上資訊大家都學會了嗎 強化火災預防及應變逃生知識 除了拯救自己 也可以拯救進入火場的消防人員喔